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日子越过越没有意思了 我问他怎么没意思了 他说 现在每天跟老公说的话不超过五句 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像是两个陌生人 如果不是那本证 我们最多也就是邻居 刚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无话不说 聊什么都可以聊到一起 后来慢慢的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许是做了父母以后吧 两个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想说点什么 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夫妻之间最怕的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话越来越少了 交流越来越少了 一开口就是吵架 干脆懒得再开口了 多少婚姻死于沉默 之前我们采访过五对离婚的父亲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离婚的念头的 有个妻子说 很早以前就有了 其实我跟她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每天回到家就是各做各的事 她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能说的就只有孩子 另一个妻子说 我是突然有一天 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待在家里吃饭 特别的安静 能听见的就只有她 扁起嘴的声音 我就觉得挺没劲的 两个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然后我就想 要不然干脆离了算了 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一点一点的 让你丧失对婚姻的信心 两个人曾经明明是最亲密的人 但现在 即使是睡在一张床上 也聊不到三句半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 枕边人还不如一个网友 至少网友隔着网线 能够倾听你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而枕边人 连过问都懒得过问 两个人捧着手机 躺在床上 背对着背 仿佛隔了千山万水 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此了 我们站在彼此的对面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 如果我想跟一个人聊天 代表什么 代表你对他有好感 如果我想跟一个人一直聊天呢 代表你喜欢上他了 那如果我跟一个人不想聊天呢 代表你们结婚了 每一段沉默的婚姻 都是无声的抗议 当你说的越少 你的心里想的就越多 日积月累的情绪 终有一天会在沉默中爆发 两个人的隔阂 从来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而是像堆积在骆驼上的稻草 堆积到最后一根石 骆驼垮了 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错吗 不 每一根稻草都不无辜 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矛盾 小纠结 你总觉得时间过了就好了 但是当你们下次再说起时 你会发现 当时没有解开的结 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而是会一直压在你的心底 再好的婚姻 也经不起疏离 这世界上没有一种婚姻是能够永远保鲜的 所以我们总感觉日子越过越没意思了 早就没有原来的新鲜感了 结婚的时间越久 这种感触就会越深 所以婚姻才需要两个人共同来经营 如果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我们便努力地多和对方聊天 如果我们之间有了误会 那么便不要用沉默来解决 没有一种婚姻是天然匹配的 再好的夫妻相处过程中也会发生摩擦 两个人只有慢慢地磨合 多进行沟通 彼此体谅 才能走得更远 Papi Jang在节目中 受到她的婚姻相处之道时 就提到了一点 无论我俩工作多忙 我们睡前肯定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蠢聊天 比如说 今天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 家里的两只猫 今天又做了什么蠢事 这看起来是件很平常的事 但其实却是他们在用心地 经营着自己的婚姻 电影《失恋三十三天》里面 有一句经典台词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对待婚姻就像冰箱 坏了就反复地修 总想着把冰箱修好 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坏了就总想换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的婚姻都有着自己的难处 就算是再贵的冰箱 用的时间久了 也难免出现问题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去逃避 不是要去拖延 而是要尽快地解决它 如果你们之间的话 越来越少了 就试着多和对方聊聊 随便聊点什么都可以 互相了解对方心中的世界 而不是躺在一张床上 却把自己封闭起来 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 而是疏远 吵架也许吵完以后就好了 但是沉默和疏远 就像是慢性毒药 表面风平浪静 其实内力早就开始在腐烂 吵了一辈子的架 也可能吵不散 但沉默却最容易让夫妻离了心 曾有一项调查显示 四分之一的夫妻 每天交谈时间不足十分钟 越来越多的夫妻 仿佛都患上了沉默失语症 我们不会离婚 但也不会说话了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 都渴望能有一个倾听者 倾听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生活中的一些碎片 比如我上班路上 遇到了一只流浪猫 隔壁家的狗 又跑到了我们阳台上来 结婚久了 必然会退去当初的激情 但两口子过日子 需要的是真实 千万不要成为面具夫妇 如果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伪装自己 这样的婚姻也就只有貌合神离了 沉默才是婚姻中最大的杀手 如果可以 回到家 请和你的另一半聊聊 能够和有话聊的人在一起 才能携手 看遍沧海桑田 度过这人世间的风雨 等到老了 再找一个安静 又美的小院子 白头到老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